要很完整的消毒 或者是有破损都要悬下来 一面检查功能一边消毒 仔细清洁 车车芭比各式各样的玩具 这些通通都是民众不要的 兔兔年现在很多旧的玩具都要回收来 请邮局或者自己送来 甚至由紫香芋大香芋将它送来 它这里有分扭蛋这些我们都会分一分 然后在芭比娃娃的家 按照不同的种类整理分区排列好 只是这头还没有整理完 外头又一车一车的运进来 五六月然后过年都非常多 玩具也会除旧不新 小朋友都喜欢新的玩具 那都会比一般平常的量大的 大概要两三倍有 门口那里一大袋一大袋 非常浪费 真的非常浪费 仔细看看一栏又一栏的玩具 大部分的状况都还很好 这些玩腻之后被封城 再被丢弃的玩具不停累积 无形中也成了环境的一大负担 我旁边这些堆积如山的纸箱 通通都是民众不要的玩具垃圾 而且还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高达九成都是像这样的塑胶材质 我们看到跟以往比起来呢 现在的玩具是越来越丰富以及多元 意味着商机非常的庞大 但是也意味着延伸出来 对于环境的垃圾压力也很可观 我们看到了累积18年来 全台的回收玩具量呢 是已经高达了400公顿 而且一年比一年还要多 看看玩具成分大多就是塑胶 因用色需求在制作过程中添加许多重金属 以及特殊的塑化剂 进一步导致回收价格低不符合成本 最后仅能以一般垃圾来处理 因为玩具啊 它其实是复合性的材质 比如说它有塑胶壳 然后有螺丝钉 里面还有马达电片 各式各样的材质 所以它没办法像就是宝特瓶啊 纸类回收 它就只有一种材质就可以被清洁队做回收的处理 好的玩具就可以提供给这些非盈利的团体做使用 那坏掉的玩具呢 我们就会有玩具医生来帮忙修理 或者是如果真的也没办法修的话 我们就会把它做成装置艺术 让它有第二个生命 从就是早期一直到现在经历了七年啊 其实整个加起来已经有135公顿的物资了 对 光是这个据点 对对对 光是2022年回收玩具就达到了71公顿 而且每年是以二到三成的速度快速飙升 就算玩具回收再利用给需要的人 这速度也难以消化 而想要进一步控管 就得要从源头开始着手 木头竹子或纸张利用天然制品 玩具也能做出各种不同样态 落实环保永续精神甚至可以不要买 那我们这边的玩具都是以租用的方式 以月租的方式为主 就是可以按照小朋友的月龄来做选择 像这样子的玩具呢 它就是一个可以租借回家 做一些就是相关的生活练习 比方说它会有讲话声音 那它也可以学习按电铃的行为 大的小的会发光的会讲话的 要什么有什么 逛起来几乎就跟玩具店一样 每回租赁的过程也都会彻底的消毒清洁 这套玩具共享系统 就是建置在大环境的转换上 像是台北的家庭 它可能家里的环境空间比较不够 那它可以来跟我们租借一些 比较大型的商品 用一段时间之后 那它就可以过来还 那可以再借不同的玩具 那它不需要一直把这个 大型的物件放在家里 第一个是占空间 再来就是一段时间后 小朋友他可能腻了 他也就是再也用不到这个商品 会很可惜 家长他们来租的时候 有时候经济上的考量 付少少的费用 他就可以得到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也有这样子的低碳租群 那它是希望说 能够透过就是以租用的方式 来减少就是过度的购买 那减少就是塑胶的制品的使用 别让孩子的欢乐成了环境的灾害 从源头开始做起 才能把延伸负担降到最低 月新闻中的荣成为月台辈 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